亂生期 亂生期 想打人 所以你剛才 催這個比較無名的人 催我的無名的打掃的人 想打他 像一個老虎一樣 或者像一個毒蛇一樣 那你這樣沒辦法看到上帝 你還要去那邊 再打坐一年 你還要去那邊 常規了 懺悔才可以 他也知道了 師道謝謝師父 叫我那個最不懂的地方 我一定會改善 他就去打坐了 也是很認真 誠信 一年快到了 他師父也是一樣 還是壞單 也許徒弟改 師父沒改 他就叫那個士者來 明天我們那個徒弟會再來 他會洗澡好才來看我 你就等在大門口那邊 把那個月糊丟在他的身上 上次就是日式而已 這次是月糊 你們知道嗎? 我們以前都沒廁所 都是用月糊的 都是用月糊的 你們萬歲也看不到這種 現在看不到 你們萬歲也看不到這種 現在看不到 你們萬歲也看不到這種 現在看不到 就是那個士者 當然很聽話 然後又在門口等 全家的月糊在那邊 全家的月糊在那邊 味道的 比那個聖人的味道還要濃了 還要在那邊種頭倒下去了 一點點都不露出來了 那一個 哇 他就很生氣了 Oh my God 啊 我天啊 我抓到你的話 我會 我會 我會把你那個生氣變成味噌 你知道不知道 啊 你來 你過來 你過來 啊 你怎麼敢把那個... 那個...這樣的東西 丟在一個聖人的身上 啊 你不知道 我打坐兩年了嗎? 我在那個山東 每天吃一天一餐而已啊 每天打坐我二十三個小時 啊 你怎麼敢? 在那邊 哇 吼了很大聲 在那邊 那個那個 比腳化手啦啦的 面紅耳吃 然後我就沒辦法抓到那個人了 他就去洗澡了 然後再來找他師父 拜訪他 說師父 我已經依照你的指示 打坐多了一年了 切歷都很清楚 因為在那邊沒有人 沒什麼可以放棄的 每天只能吃那個 簡單的芝麻粉什麼啊 叫米飯 喝那個甘露河水這樣 沒人找他 OK的 我現在能不能看上帝咯? 我什麼時候才能夠看到上帝? 師父 你答應我 你答應我就是打坐一年 就可以看到上帝 那個那個心 還沒辦法做主 剛才你沒有看到自己 像一個那個瘋子的那個 發瘋的狗一樣 是野狗一樣 人家丟一點東西在你身上 昨天的茶帕地而已啊 然後你在那邊吼那麼大聲 吹人家在那邊恐嚇人怎麼樣 你覺得一個聖人這樣呢? 這樣子能夠看到上帝嗎? 不好意思 就到了 拜師父 對不起 我一定會改善 現在我還能夠怎麼做呢? 他師父說 再來一年吧 再給你一個機會 OK 師父講的要做了 他這個人還是很不錯 他滿想看上帝 他就去一年了 在那邊 他說 如果你這一次通過考驗的話 我不再教你了 上帝不會再給你一個機會了 你要小心 這是最後一次囉 他就去那邊打坐了 真的 每天禱告 每天祈禱 每天真的很認真、認真、認真 第三年 快到了 他師父又在做壞事 他都叫人家做好事 他本人那個師父做壞事 每一次都挑戰人家 是嗎?人家跟洗澡好了 高高興興的 一年的可以解脫的 從那個山洞跑出來 他就叫人家拿垃圾 那個什麼 骯髒的大小便丟在人家身上 你覺得這種師父好嗎?好嗎? 這個是什麼 算什麼師父嗎? 都叫人家做好事 對人家禮貌的 不能跟人家挑戰 跟人家講話要柔和 照顧人 給人家高興快樂 有沒有?他有沒有叫這樣? 一定一個師父應該這樣叫人 他自己本人 這麼一個壞蛋 每次都給人家煩惱 丟垃圾什麼的 就是這種壞的師父 世界難找 不過這次他要叫他的師父 來來,明天那個人會來了 明天那個人會來了 等著他門口從那個樓上 從那個屋頂上面 帶又垃圾、又月壺、又白天壺 什麼壺都在那邊 在那邊全部倒在他身上 他有說,他有這樣這麼做 不過這個徒弟 現在已經能夠控制自己的心了 不勝趣了 我不曉得他是真的有控制自己的心 或是他已經有兩次經驗了 也許這個師父沒有這麼開悟了 每一次都考驗你一樣的話 人家都有準備心,是嗎? 不一定,不一定 像日本常常有地震 他們還沒有準備心 不一定,我們無明到這樣 著魔的時候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忘記 自己的品質、自己的好意、自己的好心 自己善良的那種良心都忘了 那個時候都忘了 還好這個人記得,也許他意志力比較好 不是 記憶力比較好 他知道兩歲以前被丟東西的話 最好不會勝虛 勝虛也是這樣子 又抓不到人,又不能打他 又再去洗澡就沒事 他大概比較聰明 不曉得他有沒有控制自己的心 這一次全部丟在身上 他都不動 他還在那邊拜那個人,說謝謝你 那個好像那個金海虎上次有叫過那種叫 人家罵我們打阿摩,我們又謝謝 有嗎?有嗎? 好像我聽他有叫過一次兩次 有嗎?裡面有沒有意用就對了 我還是罪人家要打的 OK 結束他就謝謝,謝謝那個使者 他說 他就很敬佩了 大概也有控制自己的心,很敬佩 就說 師兄 你對我做最大的恩典 如果你沒有這樣子對待我的話 我沒有辦法解開自己 我沒辦法對那種生氣的鬼 生氣的那種綁住的那種力量 沒辦法解放自己 所以為了你對我這樣這麼做 所以我現在可以解脫那個生氣鬼 我多謝謝你,多謝謝你 我真的從這心裡,謝謝你 然後在那邊拜他上拜 OK 然後他就去找他的師父了 那個時候他才真正給他印心 那壞的師父 以前是假的 大概給他方便法而已 那一天他對那個使者好了以後 他就真的給他印心了 原來那個師父是壞的 你們去找師父要小心 OK 從那一天 那到他印心的時候 馬上就看到光了 聽到聲音了 就一直說看到上帝 他就很高興 OK 故事結束了 另外一個故事還要聽嗎? 有 我現在也是很難選擇 有一個故事是叫說我們應該守諾眼 特別對佛菩薩又守諾眼 特別對佛菩薩又守諾眼 另外一個故事就說 有一個人他因為信任他的師父而看到上帝 你們要哪一個?諾眼或是那個上帝? 兩個都要 兩個都要 難怪我咳嗽都好不起 難怪我咳嗽都好不起 一天到晚講故事給小孩子聽 OK 好啦 如果我們有時間我全部都念給你們聽 第一個就是信任師父就看到上帝 這個是真的故事 真正的印度的故事 他就這位 這個故事是叫Malidas聖人 他是真的以前有這個名字 在Bihar Bihar是一個 也蠻出名的 印度的一個城市 有一個人他有一次牛才的小孩 他在那邊管那個牛 他的名字是叫Malidas 他是沒水溫的一個小孩子的 不過他的心很單純、很乾淨 他每天就帶他的牛出去 給他刺草在山林裡面 晚上就帶他們回來 這是他的工作 有一天 有一位那個所謂的出家人 波羅門 印度的人波羅門 波羅門就是最高的那種地位 在印度最高的 界級的最高的 其中四個是他最高博羅門 博羅門不一定是和尚 他們有時候剩下一個 博羅門的那種家庭 就變博羅門 不過博羅門就是他們就繼續修行 他們最少一種小就 可以拜上帝、什麼慈戒、是輸的 有一天有一位博羅門 在這個地方 他好像是一種和尚 印度的人 你去哪裡都看到這些裝黃色的或是白色的或是紅色的 那種一看都知道他們是所謂的流浪的和尚 所以他從一個地方去到別的地方去 常常去找師父或是找同伴 有時候這樣子隨便去拖坡 然後去找生 看那些比較出名的、有修行的地方 那麼去那邊拜拜 或是找民事或是打坐 那有一天有一位這樣子經過他那邊 在那個河裡面、到前面河裡面洗澡 洗澡完以後,要坐在那邊打坐了 你們知道印度有很多瑜伽的方法 在這邊我聽他的做那個Panayama Panayama就是一種Hatha Yoga的其中一部分 你在做Panayama的時候 你用你的一個手、拇指放在一個鼻子 你不用做嘛 我現在是告訴你怎麼 為了要繼續做這個故事 說故事給你們,你才了解 不然你不大了解而已 這個做這樣子不對啦 不行啦,不是這樣子做就好啦 你要的話,跟來跟去腐敗事三天 我就全部照給你 很多動作不是這個鼻子而已 不過因為這個故事有關鼻子 所以我講這個部分而已 你懂嗎? Hatha Yoga是很多動作啦 要翻跟斗,要頭走在地下等等 用腳、用手走的 用頭跟手一起走等等 然後把全身都捲起來 像那個塑膠袋一樣的 很多事情不是這樣而已 不過其中一個很出名 在Hatha Yoga裡面 一個出名的就是他們閉鼻子 然後另外一個鼻孔吸進去 然後有再閉那個鼻孔 然後用…比方說你用兩隻手指 一個是大拇指,一個是直的拇指 你先把那個右面的鼻孔塞那個什麼? 壓、壓、壓住的 然後你從另外一個左面的吸進去 等一會兒你就另外那個右面 或左面你就灌起來 然後用右面吸進去這樣 知道嗎?一直這樣輪伴、輪伴這樣子 那個小孩都不太懂了 看遠遠的看到他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用鼻子塞進去 跟那個壓鼻子這樣子 他就在那邊很好奇、看奇怪 可能我們坐在那邊進去 哪會是壓鼻子呢? 他等他做完以後,站起來快走 他就來抓他 他拜託啊 大人,你能不能告訴我 你剛才做一些什麼的 然後那個瑜伽的 波羅門的瑜伽就說 我剛才在那邊 要看上帝啊 打桌啊 他說打桌幹什麼? 他說打桌就可以看到上帝 他說我剛才看到你 又塞鼻子 你壓鼻子 這樣子就可以看到上帝嗎? 那個和尚嘛 小孩一直問說說嘛 他就趕快要找他 他說是、是、是 壓鼻子就可以看到上帝這樣子 他也沒有講清楚 壓一遍或是兩遍 你們不要亂學 我已經說過了 要學就學清楚 不是這樣子 隨便師傅講故事,然後回去壓 現在被那個人悶死 不要告訴我 那個小孩子聽到了 哇,他也很想看到上帝 從來沒人教他怎麼看上帝 他很渴望 太好了 他也下去 你在河邊洗澡 洗澡完以後也上來做這樣子 然後把兩個鼻子都晒出了 他就在那邊把他鼻子 兩個孔都抓起來 因為他總緣沒有看清楚 因為他們做得很細心 很細心,知道嗎? 比方說我這樣做,你也不知道 懂嗎? 因為你那個紙不會離開鼻子很圓 像這個樣子,人家看那麼清楚 就這樣子 一個開,然後一個罐,一個開,一個罐 很簡單,很簡單的 看不到,懂嗎? 看不到,懂嗎? 認為是你一次在那邊抓你的鼻子 把它塞住的 OK,那個小孩子這樣在那邊 把他鼻子這樣子壓得很緊 坐在那邊 哇,快到一分鐘了,一分鐘多了 奇怪,上帝怎麼還沒下來 啊,悶死了 不過還是想看上帝 不放了,不放 人家在那邊抓 抓了好久,那個上面那個所謂的上帝 第二層,那個Visnu他受不了 他看那個小孩這個樣子,快死了 他受不了,他是忍不住就下來了 好了,我來了 上帝來了 那個小孩就說,蛤?你就是上帝嗎? 那個Visnu,第二世界的上帝 也是所謂的上帝 他說,是啊,我就是上帝 然後那個小孩就說,我怎麼能相信你呢? 然後他說,哎呀,那你要怎麼做就怎麼做 讓你相信就好了嘛 他說,好,如果我的師父啊,說你是上帝 我才相信 因為我師父有看過你嘛 因為剛才那個 那個那位瑜伽跟他講 那個曬鼻子 壓鼻子就可以看到上帝 那個上帝沒辦法 就說,OK啦,你問他 去問他 然後那個小孩說 不過我當我去問的時候,你跑掉怎麼辦呢? 因為我師父已經走比較圓了,你跑掉了 他說,那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嘛 讓你高興,你相信就好了 他說,好,那既然這樣子,我把你綁在那棵樹那邊 等我師父回來的時候 他說,OK,我就放你 上帝就說,OK啦,好啦,綁,給他綁 哎呀,可憐的上帝 為了救一個徒弟,這個樣子 你覺得呢,救整個世界怎麼辦呢? 然後就讓他綁在那邊 他就在那邊等了 等了 他這個小孩就去追他 剛才那個所謂的師父嘛 那個瑜伽,就追著他了 拉他過來 那個瑜伽說,你怎麼了? 你幹嘛要拉我? 他說,哎呀,我有看到上帝了 不過我不相信啊 你過來,認證看看是不是他 因為我不相信他 那個師父沒辦法跟他解開 就只好跟他走過來 然後他指那棵樹 綁幾塊繩子說 那上帝在那裡,你看他是不是 看是不是 那個瑜伽看不到 看不到 不過那個小孩一直問起 他為了要脫開然後走 他說,是啦,是啦,他是上帝的 OK 然後那個小孩在那個時候才賣出去把他解放 然後怎麼樣呢? 他再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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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呢? 因為那個上帝看他對他師父那麼有信心 非常感動、很感動 就問那個小孩 他現在要什麼、他喜歡什麼就可以問他 他現在要什麼、他喜歡什麼就可以問他 他會給他 有一個願望可以給他 有一個願望可以給他 然後那個 然後那個小孩說,我沒有要什麼 因為我自己有工作 有夠飯吃、有夠動衣服裝 我還能要什麼?我什麼都不要 然後那個那個 那個上帝一時 一時催他 說,你還是要一樣東西 我很高興看你那麼誠心 我給你一樣東西 你要什麼都可以的 一個 然後他說 OK,好 那既然這樣子 我有一個要求 每一次我把我的鼻子壓起來 你馬上要出現 不要上!上一次那麼慢 然後那個上帝 Lord Vishnu Vishnu就說,OK,OK 很高興說,OK,OK 每次你一壓鼻子,我馬上就來了 不會那麼怠慢 所以現在每天那個小孩有一個朋友 他無聊的時候,他把他的鼻子壓住 到上帝就住現了 跟他玩,跟他聊天 跟他做很多事情,化身師父 高興死了 所以每天他就很快樂跟上帝玩 他時間過得很快 他生活就很舒服 好幾年以後 他的那個所謂的師父 又再經過那邊一次 他那個牛才的看到他師父 就跪在那邊拜了說 師父,你是最偉大的 因為你給我一個很好的方法 才能夠看到上帝 我非常謝謝你 他在那邊說 我能做什麼給你高興嗎?供養你什麼? 然後那個瑜伽 沒辦法了解他講一些什麼的 就像我一樣 你們說你們看到上帝什麼? 我都呆呆的,知道嗎? 然後你們說什麼?師父救命你們什麼? 我就呆在那邊,我沒做什麼 我就坐這邊吃茶叭地 然後那個瑜伽沒辦法了解 那個小孩子在那邊講全部的故事給他聽 說他每天跟上帝玩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個他的師父就問他 那你能不能叫他下來給我看一下? 他說沒問題啊 阿蒙把他的鼻子壓住 馬上就上帝下來了 然後他跟他師父說 上帝來了,看看 他就很漂亮,他在這裡 他的師父看不到 因為這位所謂的師父伯樂敏 他對他自己的水問、自己的經典那種認識非常驕傲 他認為他很了不起的一個人 然後常常這樣照慢心洗不掉 有地位啊,有人尊重啊 又是出家人去哪裡人家都拜啊 人家都供養啊 然後又認識很多經典啊 又水問很高啊 所以那照慢心洗不掉 看不到上帝 然後那個小孩就拜託上帝啊 就怎麼能夠給他師父看到 然後上帝就說 他沒...信不單純啊 讓他先怎麼樣 洗進自己的身口液以後 然後讓他的照慢心能夠洗掉了以後 那個時候他才能夠看到我 那個小孩就傳話給那個師父聽 那個時候他的師父才很慘跪 就馬上跪下來拜那個小孩 然後在那邊哭 然後那個時候那上帝感動了 知道他沒有照慢心了 就顯現給他看 就那一天他們兩個的修行很好 他這個故事一直說 我們如果有信心的話 什麼都可以 還沒有到示範的時間 那還可以繼續講另外一個故事 這故事就是說要守諾言 他說你隨時都要守諾言 如果我們沒有守諾言的話 我們會造很多麻煩給自己 如果有時候我們發誓要做這樣那樣子 我們自己要做得清楚 我們自己要做得清楚 不然的話 你自己信心會越來越淺小 然後做什麼事都沒有感應 擊倒都沒有感應 做什麼事都沒有那種結果 有時候我們對佛菩薩或是上帝也會騙他們 我們說我們會做這樣那樣 然後我們不做 我們那種沒人聽到 我們那種沒人聽到 我是上帝不需要 然後我們就忽略了沒有守我們的諾言 我也告訴過你們好幾次 像有一些難民在孩子的時候 跟觀音菩薩答應 如果我進來第三國家 我一定會吃輸兩年 然後後來就吃不下 然後那個兩年會延了好久 兩年本來兩年每天要吃 後來吃不下忘記了說 沒關係,那我一個禮拜吃一天 一個月吃一天 然後我延了很久 聽懂嗎? 同樣,在這邊有一個人 他的孩子病得很嚴重 有一天他那個孩子那個發高消很高 他就很緊張 他說 醫生看病以後說這種病沒辦法醫療 那個時候大概沒辦法醫療 他就跑到一位女神 那個印度有一位女神很出名 她叫Durga 大家很多人在拜託她幫忙 也許是以前的一位過去的名士 因為印度拜很多所謂的神 我認為是以前所謂的出名的名士 不同的地方 後來就很靈,大家都一直來拜 所以我們就說印度很多神也是不對,也是對 他們拜過去的名士 像我們以前現在認為馬祖 也許他以前是一位出名的名士 然後那個時候誰酒他都靈 然後大家一直酒,然後酒到現在 不靈也沒關係,酒習慣 然後是觀音菩薩以前也是一位在世名士 他在世的時候酒什麼到靈什麼 比方說這樣 然後他徒弟一直這樣酒 然後在隔壁,徒弟的隔壁也一起酒 然後也有靈 那麼他的小孩什麼都一直酒下去 所以叫做觀音菩薩已經走很久了 還繼續酒了,習慣了 也不知道在世名士比較靈感這樣 現在在印度有一位叫Doga,女神 她就跑到她那個寺廟那邊 大概她那個時候死沒多久 還是很靈的 還是要把她在那邊打坐的中心在那邊擊倒 我的小孩子病了,你能不能救她 如果她好了以後,我會帶她到這邊拜你 還有我會供養你一百塊 一百塊那個時候很多錢 比方說一百塊美金,或是一千塊美金現在的 因為那個時候錢很有價值 因為那個時候錢很有價值 那個Doga那個女神真的很靈 給她小孩病好了 平常那個醫生救不了 她的自然就好了 也就是說有一個女神幫忙她駕駛她 OK 她那個父親也記得她以前答應那個女神一百塊 不過她現在在那邊想 哎呀,糟糕 我現在已經花很多錢 為了買藥給這個小孩吃 然後現在那個醫生還給小孩很多所謂的那個 我現在已經花很多錢了 我現在已經花很多錢了 我情況比較不大好了 我現在已經花很多錢了 然後現在也許我給她五十塊就OK了 然後現在也許我給她五十塊就OK了 因為那個Doga 她一定會知道我的情況 然後會了解 她認為那個女神會了解她 OK 不過她還沒馬上做了 好幾天以後 好幾個禮拜以後 好幾個禮拜以後 慢慢來她要再跟自己想 不論如何 那個Doga女神 也不會她一個人吃了光光五十塊 她又是省了吃那麼多幹什麼 然後我看經典 然後我看經典 經典裡面都說 上帝如果我們誠信而已 那多少都沒關係了 即使很小的數目我們誠信 上帝又很高興 最好上帝都不要酒那種物質的供養 誠信就好了 今天是不是有這樣這麼說 有啊 然後一定那個女神會知道了 所以我想我在那邊很誠信 做一個很特殊的禮拜 然後給她五塊就好了 OK 想這樣她就做了 不過還沒有做了 好久以後才做了 她想而已也沒做 然後有一天她就聽到那個寺廟的聲音 那個那個什麼靈 靈聲有聲音 因為人家去拜拜的就會弄一個靈這樣子 然後她就記得了 她就趕快出去 就想去買那個五塊東西給她 然後出去以後就碰到一個朋友 朋友就問她去哪裡 朋友就問她去哪裡 她就把全部故事告訴她說 她去買五塊的東西供養那個Doga那個神女 她太太說 哎呀,你不要那麼無聊嘛 哪裡女神就吃五塊錢幹什麼嘛 我告訴你,你就太笨了 你如果你很誠信在那邊拜拜她就可以了 然後你可以買那個大概一塊錢 你買那個什麼葉子那個果就供養她 就OK啦 主要就是你曾經了 不是那個數量,知道嗎? OK 她那個人聽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特別是你曾經了 不是那個數量,知道嗎? 她那個人聽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特別她很節省的,很有道理 她就趕快就跑到那個外面去 想買一個葉子,一塊錢 結果買幾個葉子嘛 然後那些人跟她說 那個每一個就是五十毛這樣子 一百毛就是一塊嘛 比方說這樣,那個時候 她說奇怪,怎麼那麼貴呢? 給我五十就好了 五十毛可以嗎? 四十毛 那個人說,如果你要這樣 你去那邊那個大賣那個才可以 她就去了 她就從那邊走路 走到那邊去大賣那個地方 好遠啊 然後那個真的在那邊有四十塊一個 四十毛一個 然後她就說,怎麼樣啊? 我走路那麼久啊,來這邊還是四十塊啊 最好你給我那個二十塊就好了 走那麼遠,來這邊也是四十塊而已 那差不了多少啊 然後那個人就笑說 哎呀,如果你真的要二十塊的話 你自己要跑到園裡那邊啊 人家種那個葉子那邊才可以那麼便宜 她聽了,就OK了 她就跑到那邊去了 跑到那邊去 走得好遠才找到那個葉子圓啊 然後那個人說,OK,二十塊可以 然後她說,啊?我走那麼遠啊? 這十塊就可以了,幹嘛?二十塊呢? 如果這樣子差不了多少呢? 何必有費那麼多功夫啊? 然後那個人就在那邊搖頭說 OK,你要十塊 你自己要上去,自己拿的 自己爬上去,自己拿那個葉子才可以 你知道葉子數很高嗎? 是不是葉子? 葉子,葉子到目前懂嗎?忘記了 葉子輸了很高 要買那個葉子了,OK 她說你自己爬上去自己拿 就十塊,十毛 OK,她就上去了 她在那跑上去 因為她要節省,那個人很吝嗇嘛 也是爬上去 爬上去就突然間她自己就 不小心嘛,沒有經驗了 就在那邊快倒上去了 掛在那裡 然後在那邊喊救命 然後在那個時候 那個落趕她那個靈器 就會附在那個賣那個野屎那個人的身上 要求她一百塊才救她下來 沒辦法了,OK 然後她為了她自己的生命 就統一百塊了 一下來的時候 她就帶那個賣野屎的人到她的家 馬上拿一百塊給她 一點都不能講 她就知道了,她知道了 明天她跑到那個寺廟那邊哭了 知道她 知道她自己的那個那個 答應那個女神一百塊又不給 所以才變這個樣子 差一點沒有命了 而且還要跑那麼遠那麼遠 花很多功夫、很多時間 那個時間她在家可以賺很多錢 比方說這樣子 所以她就知道她很慚悔 對,忏悔 故事沒有了 她一直說我們不要再發很多願了 小小就可以了 發什麼願就要清楚 要遵守清楚這樣子 所以師父告訴你們 你們已經享受五絕、四書 自己要想辦法保護自己的那種高雅的諾言 不是今天進去運行明天回去就忘記了 那個當然對我們沒什麼 對師父沒什麼 對你們自己越來精神越弱 沒有意識力可以控制情況 可以怎麼樣 到達我們那種高雅的目標 所以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就做到底 就這樣子 那個在我們共修的以前 你們要在那邊看一個 一個怎麼 一條紙說 我發誓從來沒有番戒 我還是書等等 因為要提醒大家 有時候我們自己比較弱 對那些弱的人 這些是幫助他 催他一點、給他一點 在後面那個擁護 不是那個一種什麼強迫的 你不要的話 你就不用來共修就沒事 懂了 所以不要再抱怨那種無聊的東西 你如果這日很清楚 你怕什麼不能進去呢 然後你如果不想給人家叫你發誓的話 你就不要來 沒事,我們也沒有做什麼 是嗎?沒事啦 這種就是要幫助我們一點 不過我們自己要有自己的主張是比較好 不用等人家勉強我們 因為我們水這個法門就是 為了自己當自己的老師嘛 自己照顧自己 教自己一種 每天照顧自己做一種肯定的東西 有福報的那種事情 不要一直存在那種佛定的地方 還有佛定的想法 還有佛定的那種行為 我們越來越肯定、越來越高級 這樣子就好了 這樣子就是修行的目的 不是誰勉強誰 你們自己來嘛 自己收藉 然後自己繼續修行 不是師父來叫你們的門啊 叫你們做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沒有僵 沒有道 沒有什麼權力可以強迫誰 所以如果家 你們家人有一些人誤會說 在這邊師父強迫是太大的誤會了 我們這邊是最無助的 最沒有什麼抵抗的能力 你們自己要來的話 師父會叫你們 你們不想再繼續學的話 你們就停嘛 是嗎? 你們人那麼多 我又不能每一個房子去找說 你一定要持戒要繼續修行 不然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OK,就是自己沒有發展 OK,謝謝啦 如果沒有什麼改變的話 這個過年這個星期天師父還在 歡迎大家來 謝謝 不過已經講過了 看完今幾天 人家要回去照顧家人 再重複一次 不要說誤會什麼 因為我知道你們有時候也很愛師父 而且也很喜歡這個地方 然後利用過年怎麼想賴在這裡 不過我們要考慮到家人的感覺 不是每次都是考慮自己的感覺的 如果這樣做的話 我們整個輩子不會弄錯 先考慮別人 我們自己什麼都有了 事實上不用來這邊過年 家家過年也可以啊 是不是? 常常跟師父溝通裡面 常常來這邊 星期天或是什麼 長期長三都可以來 那何必過年還要來這邊 留那麼久給家人傷心 知道嗎? 你們了解嗎? 不怪我 因為你們好聰明 有一些人要打電話講得很難過那種事情 說我們那種孤兒、果父啊什麼 過年能不能來娘家過年啊? 好像很可憐的樣子 台灣人很小可憐的人 什麼都有了 沒有家人也有一個屋頂 是嗎? 自己在自己家裡照顧 最重要就是過年我們要自己 整理自己那種不好的品質 新年都新的 比如說過年有什麼不好的品質 我們自己也不喜歡 別人也不喜歡 我們新年絕對要砍它 不過不再弄 這樣講就好得過年 不是賴在什麼地方 我昨天為了你們這個問題 要上腦筋 我在這邊跟上帝講 我做什麼都不對 不曉得在這個世界能做什麼 讓他們來的話 不讓他們來的話 就聽也很可憐啊 好像有一些人沒有什麼五家可歸那種 說孤兒國父怎麼來娘家也不能來這樣子 聽懂嗎? 好像拒絕你們什麼東西 人家又恐嚇我說 你如果對別人不慷慨 上帝也對你不慷慨 我就怕死了 我怕業障了 我昨天在想那樣 然後如果我讓他們在這邊的話 他們家人都不高興 有一些會傷心啊 有一些利用這個情況 看大家都來他也想來 就不照顧家人了 不跟家人團圓啊 他們家人也不舒服 那我跟上帝問我 我能做什麼呢? 我做什麼才對呢? 我昨天很生氣他 我說你下來 你有本靈你就下來 你們覺得要不要生氣上帝啊? 好生氣啊 好像做什麼都不對 是嗎? 像有一些經典啊 有一些人也跟我們講 如果我們幫助別人 比如說幫助苦難的人 等一下也要受他的業障 就這樣 也是對不是不對 那我們修行的人 本來是世大皆空的 看什麼心就不要動搖的才對 不過看人家那麼痛苦啊 地震啊 天災那個樣子 然後冷啊 餓啊 你又不能不動心啊 然後不能不去幫忙他呢 幫忙他好像我們是 不是很高級的菩薩的樣子 心又動搖了 是嗎? 等等 不過不幫忙的話 又很難過 是不是? 所以我跟上帝講過 做什麼都不對 你下來做嘛 你們覺得要不生氣不生氣他啊? 好生氣啊 做什麼都不對 做什麼都不對 那有一些人很想來這邊 過了精進的生活 還有幫助世界 一直說出家的意思 來這邊跟師父 那個同樣的理想嘛 把整個生口一整個輩子供養眾生嘛 然後看哪一個地方需要我們去去嘛 就上去弘法或是去幫助債民等等 最近我們也整個台灣也都放過來幫助嘛 有沒有 我教他們住家人去找任何地方有問題啊 因為有一些我們不知道 我們自己去找才曉得 又幫助他們 也不是幫助國外而已啦 最近有兩百多的家庭啊 真的需要幫忙 所以我們也自己這樣默默去去找啊 那總之又需要人啊 別忘了說這樣子 我這邊只有所謂的住家人 或是常住人 才能夠幫助我做這些懇急的 很快要做就做的事情 像找你們的話 你們有工作啊 不能請家那麼快 是不是等人家都死光了 你們就請家了 請家好友我就不需要了 比方說這樣 我不是怪你們啊 意思是說那個情況是這樣子嘛 所以我只能用這些常住的住家人啊 很小你們在家很小有那麼自由的時間 要走就走 要去就去 要的話也是要報告你們很久以前 你們就可以請家啦 比方說這樣 大家都要生存嘛 沒辦法 那又有工作又有家庭 有小孩等等呢 所以那是 比方說這樣 有一些人這樣理想那麼好 他要來這邊住家 或是跟師父常住 然後幫助世界 我如果受他的話 那他家人就不高興 想來砍腳、砍手、砍頭什麼的 砍我是沒關係啦 我那個理想砍不掉 比方說這樣 我受他的話 他家人不高興 不受他的話 他理想沒有辦法死先 然後我也沒有人幫助 幫助世界 比方說這樣 所以我告訴你啊 做什麼都好像不對 對這邊就不對那邊 讓這個人高興 那個人就不高興 所以你們看看啊 師父這個樣子 也沒做什麼壞事 還是有人討厭啊 是嗎 在這個世界我受過了 做什麼都不對 那我們盡量做而已 然後盡量那個 保護自己的理想啊 盡量想辦法做 不然我也不能告訴你們 做什麼是對的 是嗎 做什麼對這邊就好 好像不對那邊 這個人高興 那個人就討厭 是嗎 就這樣子 所以你們如果聽人家 誹謗師父什麼 不用驚訝 那個事情是這樣嘛 事情是這樣子 給你們一親 給你們吃書 有一些家人要去說 我說這怎麼會跟著他誓書呢 等等啊 然後我怎麼聽他不聽歐呢 沒辦法這樣 不是聽師父啦 就是聽那個道理啊 聽那個高雅的理想啦 聽佛菩薩的那種昇華的方法 不是聽我這個本人 大家都誤會認為是歐的關係 然後就有時候就不喜歡師父 我也要忍耐沒辦法 如果不給他一心等一下他就去 又哭又鬧 我跪在那邊說師父沒慈悲心 我要修行又不給我修行 那也不對是嗎 他要修行而已 他要施術又慈藉 也要做一個善良開悟的人 通明的人 他不是要殺要偷 要騙人什麼 我要阻擋他 是嗎 說要阻擋他也不行啊 不阻擋他 他告家人要恐嚇 說要不高興 你覺得師父做什麼對嗎 有時候又寫報紙 罵我一大堆 比方說有一次嘛 他們出去有一些人問他 如果他的先生啊 已經出去跟別人有關係了 他應該要做什麼 要丟他或是要再跟著他 我說如果你很喜歡他 很愛他的話 你就想辦法 想辦法騎他回來 又有小孩了 那想辦法 如果你真的不再想跟他了 如果夫妻不和了 然後他已經再出去外面了 那你不用這樣子 比方說那個什麼 瞞著小孩啊 然後為了幾個小孩 又抓著先生 那種情況 那種誰 對誰都不好 對那個新的來 那個婦女也不好 對女也不好 對小孩也不好 那看情況辦嘛 放他就好了 如果你不怎麼喜歡他啦 已經不可以 合在一起就放了嘛 我就講這樣子而已 就動到別人了 不曉得他先生 丟他什麼年啊 就跟他無關啦 我就叫這邊土地而已 結果他看到那個報紙 他就 從那個時候 一個越南的報紙 從那個時候 罵到現在還沒罵完 兩三年了 每一次出來報紙 都就有進海在那邊 挖什麼東西來了 沒有什麼也要罵得出來 上師傅 就去整個世界啊 他還在那邊 還問他 懷疑錢從哪裡來的 我一定偷的 我說我從銀行拿的 當然錢是去銀行拿 或是你們認為挖地出來就有錢了 我說我去銀行拿的 就這樣子 比方說這樣 覺得沒什麼事也搞事出來 因為他先生離開他 我也是很可憐他 不過就是他家的事啊 就跟我教理無關啊 他不喜歡聽這個 他就不要聽嘛 我是叫很多人情況不一樣啊 跟他沒有關係 他因為自己傷心自己 先生跑掉 然後兩個小孩沒有人 然後他在那邊自己 要養小孩 他就生氣我這樣子 沒有別人可以生氣他 就生氣我這樣 把整個氣都丟在我的頭上面 而且他又不是師傅的徒弟 一個記者我從來沒認識的 然後自己有報紙在身上嘛 然後隨便要寫什麼就寫什麼 他現在師傅還沒防守的 因為我覺得他很可憐啊 他大概一定先生丟他 他就很深恨啊 聽懂嗎 然後誰就講那種有關家庭糾紛的 他就討厭了 他做不到別人 如果別人講他他做不到 因為人家是政治家 或是有權利啊有錢啊 他一動他就倒霉了 他只能殺我而已 因為師傅是吃書嘛 沒有什麼可以抵抗啊 我們也不能反手啊 他知道 所以任何的氣憤 任何的深恨的心 他就把他丟在師傅的頭上 我根本不認識他 也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從來沒有問他一毛錢 他也沒有任何經濟朋友 跟師傅運心的 就說他有關什麼 沒有沒有 這樣子生氣別人 然後我就也是 也是在那邊罵師傅了好幾年了 我不看報紙 偶爾我去美國 一看到 有時候偶爾要碰到那個報紙 又是在馬青海 奇怪 不覺得真的奇怪 所以你能做什麼 你在這個世界能做什麼才好呢 難道我叫那個太太 你這樣子抓的情況好了 那給他另外一個太太沒關係 這樣忍耐下去 三個一起也滿熱鬧 我要就這樣講嗎 情況已經這個樣子了 那一個要犧牲啊 是不是 那你不犧牲的話 那叫另外一個新的女孩子 要犧牲啊 也許現在那個新的女孩子 也很愛你先生 那真的真的愛情啊 有時候感情不是能夠為了一塊那個什麼 應婚 爭婚 什麼 結婚症這樣就能解決啊 是不是 那時候感情在這樣子 有一些人他已經結婚 還是有人喜歡他 有時候是真的愛情 那你不犧牲的話 那個女孩子要犧牲啊 不然你們三個住在一起啊 比方說這樣子 那我能就說什麼呢 是不是 我能說什麼 說什麼都不對啊 反正還是有一個人受傷就對了 那這樣子做的話 把三個人受傷 包括兩個小孩子 如果你帶出去的話 那你自己照顧小孩子 也許等一下又碰到另外一個好的先生 然後他們兩個又高興了 OK 沒事了 如果有事的話就去奮鬥嘛 反正如果你先生已經不喜歡你的話 做什麼都很難啊 為了小孩抓他回來 他也不回來 就是這樣子嘛 情況這樣子 然後你告訴師父怎麼講怎麼說呢 而且說這個就在中國台灣的 跟他那個越南美國那邊 跟我沒有一點關係的 還是挖出來罵我耶 哎呀奇怪 然後什麼奇奇怪怪事情都講得出來 沒有什麼都講出來 我看到報紙我認為他講別人的 因為跟我沒有關係的 奇怪了 認不出來 不過他放我照片在那裡 然後我名字在那裡 那我一定知道是我的啊 不過那個他講的故事啊 跟我沒有任何關係的 我只能咬鼻子 一咬頭髮 然後這樣子就不再看了 如果是外面的人那可以告他 沒有…沒有原許啊 就等我照片出來 沒有直接訪問啊 都亂寫故事 都可以告的 也不用告啦 那我覺得像這種沒有 已經沒有勇氣可以面對我 那個…那個訪問啊 然後我就亂寫下來 這樣子已經很可憐他業障而已 那沒辦法對待他什麼 我就問為什麼這樣子 後來才知道好像他被先生丟了 就這樣子這麼生氣我 當然啦我要跟他講 我如果碰到他我跟他講 對啊那個世界第二大將 第一大將也是我負責任的 任何發生事情都是我負責任的 你繼續寫沒關係啊 還能做什麼 OK啊 然後地震在日本現在也是我負責任的 看到嗎?看到師傅嗎? 因為你們沒有路我不能進去啊 OK啦看到嗎? 有沒有人沒看到舉手啦 OK那站著來看一下 那些看不到站著來看一下 站著來看一下 站著來看一下 OK 因為女孩子太多了 師父好當然師父很好 我昨天嘛 我昨天嘛 我今天嘛 弄一點簡單的飯給他們這邊的 住的人啊 給苗栗的那個常住的人吃啊 我每次問他們好不好吃啊 他說師父好吃 師父好吃 然後我那個 因為我自己進手弄嘛 我放那個一點鹽巴 當場馬上弄馬上吃的 所以我說 如果鹹的再講啊 師父不鹹 師父好吃 師父不鹹 師父不鹹 師父很好 師父都是這樣子 我說你吃飯幹嘛 要說師父好吃 應該說飯好吃 I love you I love you 你在哪裡學英文這麼好 好可愛 是你媽媽叫你講的嗎 吃嗎 你會啊 你幾歲了 幾歲了 幾歲 幾歲 你怎麼講 下個禮拜可以來 當然來過年 下個禁忌天會有節目 不包括本關啊 我是看中的 其中一個 他們會表演什麼 我不知道啦 給小孩看啦 所以節目不保證很精彩啦 小孩一定喜歡 小孩他看有人動來動去 他就OK了 所以你們大人 如果想看的話 那不怪本人節目不好 OK啊 我們這邊畫畫也給小孩看了 唱歌也是給小孩看了 那就什麼都是為了小孩的嘛 你們大人就是一直說 副作用可以看 能夠看了就一起看 過來過年 我們也許放幾個鞭炮上 這樣這樣子 然後吃什麼 粽子啊什麼 OK啊 好啦 我去開會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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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